另外欢迎收看3月22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钱燕如 首先带来看到台东县议员黄碧妹遭检方起诉 涉嫌诈领议会两天的出席费交通费供4900元 而黄碧妹侦办实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 一二审法院也将她轻判一年十个月缓刑两年 赤独公权一年 而按经上诉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 黄碧妹因为缓刑不用入狱 但也因为缓刑不及于尺夺公权的执行 黄碧妹即刻失去了议员资格 台东县议员黄碧妹涉嫌诈领议员出席费 遭检发医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务罪嫌提起公诉 而二十号遭最高法院判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两年 并尺夺公权一年定验 另外还要支付公库15万元的罚金 而台东县选委会表示 内政部近期将一规定 以于解职并办理补选 台东县议会第十六选举区 议员的名额只有一个人 根据地方制度法81条的规定 它的缺额超过二分之一 且任期超过两年 所以就要必须办理补选 那整个补选作业就是由中选会来规划 那我们台东县选委会就会配合中选会的规划 黄碧妹2020年10月20号还有21号两天 本人并未出席议会召开的定期会 不过却在22号出席议会时 补签了这两天的签到栏 获得了出席费还有交通费等 合计4900元 遭到检方认定诈裁提起公诉 而对于判决结果出炉 黄碧妹表示需要先沉淀一下心情 黄碧妹虽然不用入肩服刑 但因为尺夺公权 近期将解除现议员职务 不过她强调 未来还是会以别的方式 继续服务蓝鱼的乡亲 记得陈恶如台东市报道